有这三个表现的婚姻还是赶紧趁早散了吧,别再继续纠缠了 一,性生活不和谐 或许许多人很忌讳谈及这个话题 但作为一个一般的人,对于生物最原始的愿望是没发意志的 虽然说夫妻间的性生活不一定影响婚姻 但不和谐的夫妻生活会惹起很多婚姻麻烦 最罕见的就是因为夫妻生活不和谐而出轨 二,夫妻间每天不停的争吵 在一起时间长了,就会发现对方的各种缺点 对缺点的理解和包容也逐渐下降 开始为各自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互相再也不为对方着想 不再去在意对方感受,吵架成了婚姻的主旋律 三,淡漠 对婚姻来讲比吵架更为恐怖的就是夫妻间的冷漠 没有了可聊的话题,以至连吵架都懒得脏嘴 这就是人们最常说的冷暴力 两个人就像一对关在同一个牢房里的犯人 这样的婚姻还要怎样继续下去呢